请客必吃的39道花样美食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餐厅58一份的照烧鸡腿饭 自己在家就能做 好吃又实惠 先把鸡腿去骨 再用刀背敲打几下 放入葱姜 料酒 盐 黑胡椒碎 搅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方便入味 锅中油热 下入腌好的鸡腿肉 煎至两面金黄 再准备一包这个照烧汁 用这个汁还可以用来做照烧肥牛 照烧鸡翅也非常好吃 加入半碗清水 小火焖十分钟 烧浓汁就可以了 这样做得照烧鸡腿 肉质鲜嫩 酱香浓郁 喜欢你也赶快做起来吧 第二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现在就花一分钟把这道菜学会 年夜饭餐桌上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这道菜叫做百菜聚来 寓意着白菜一出 百菜进屋 好看又好吃 发毛的大白菜 切掉根部 锅中水开 下入白菜焯烫20秒 烫软捞出备用 剁好的肉末 加葱花盐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一个鸡蛋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把调好的肉馅放在白菜上 两边菜叶对折 像我这样卷起来 放入盘中 摆成爆竹的造型 水开上锅 大火蒸八分钟 蒸出来的汤汁都是营养 倒出来留着备用 摆上葱丝 淋热油激发香味 一勺松蓉白灼汁 这样做的白菜酿肉 鲜香滑嫩 预好团圆饭的餐桌上 你也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三道 这是广东大酒店 捉捉必点的特色菜 避风糖炒虾 不用油炸 不用烤各个焦香酥脆 花一分钟看完视频 就能学会 建议收藏哦 花八块买的一斤鸡尾虾 再撒点食盐 用清水浸泡八分钟 这样能更好地 把大虾清洗干净 在这个位置剪一刀 像我这样 就能轻松地取出虾线 在虾背上滑一刀 会更加地入味 碗里打一个鸡蛋 放点葱花 表面撒上一层淀粉 这样做出来 才能又酥又脆 锅中油热 直接下锅煎 全程中小火慢煎 煎至大虾表面微微焦黄 盛出备用 好吃的关键 广东大厨按配方 调配好的避风糖炒料 在那一瓶 能做好多个菜 平时还可以用它 做避风糖螃蟹 避风糖炒鸡翅 味道都很好吃 炒出香味后 放入大虾 有条件的放点青红椒 或是葱段 翻炒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避风糖大虾 各个蒜香酥脆 好吃到连可都不剩 第四道在广东 做鸡的方法有200多种 我认为最好吃的做法 一定是这道五指茅桃盐焗鸡了 皮脆肉滑 椰香味满屋飘香 先用开水把整个鸡烫一遍 再加入一包五指茅桃盐焗粉 这个是星级大厨 将五指茅桃盐磨成粉 按照黄金比例吊牌而成的 粉状细腻 可以很好地让鸡肉 把五指茅桃纯正的味道吸收 像我这样里外涂抹均匀 肚子里塞点姜葱 电饭锅锅底放少许油 再把腌好的鸡放进去 剩余的料汁也倒进去 盖上锅盖按煮饭键45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五指茅桃盐焗鸡鸡 鲜嫩多汁 连骨头都是香的 一上桌就抢着吃 喜欢的你也学着做起来吧 第五道家人们别眨眼 把牛肉放进啤酒里泡一泡 这是现在火遍全网的牛肉新吃法 大酒店一份要卖168 自己在家做成等不到20 建议收藏 花38块买了 三斤牛肉您觉得贵吗 先把它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霉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才能软嫩不柴 口感也会更加鲜美 泡好的牛肉切成大大的小块 再放葱姜 食用盐胡椒粉生抽 爱干净的家人 像我这样戴上手套 抓匀腌制25分钟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小技巧 记得点个赞收藏好 油温六成热 下牛肉用小火煸炒到金黄熟透 盛出并起锅 炒香洋葱末 倒入炒好的牛肉 好吃入味的关键就是撒上这个椒盐粉 现在用来做椒盐鸡排 椒盐大虾都非常好吃入味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椒盐牛肉外焦里嫩 真的特别好吃 喜欢的你做起来吧 第六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餐桌上的第五道菜 虾仁豆腐蒸蛋 寓意着蒸蒸日上 美满幸福 好吃又好看 先将西兰花和嫩豆腐改刀切成小块 碗中打入我下的公鸡蛋 加少许盐 用祖传的筷子搅拌均匀 再加入1.5倍的温水 这是鸡蛋嫩滑的关键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能不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 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接着撇去浮沫 把鸡蛋液淋入切好的豆腐上 摆上西兰花和孩子爱吃的虾仁 水开上锅蒸12分钟 再焖3分钟 出锅撒上葱花 淋上少许热油 激发香味 鲜美好吃的关键 饭店的清蒸鱼白酌菜 海鲜蘸料都是用它做的 味道特别鲜美 这样做的虾仁豆腐蒸蛋 口感嫩滑 营养丰富 全家人都爱吃 过年回家你也安排做起来吧 第七道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蒜蓉鲁鱼新吃法 楼下饭店一份88 自己在家做 成本只要十几块 建议收藏哦 一条不会游泳的鲁鱼 改刀切成块 葱姜盐和胡椒粉 然后放一勺淀粉 用左手抓匀 腌制15分钟 这是鱼肉鲜嫩不腥的关键 碗里打入两个公鸡蛋 搅匀打散 锅中油热 放入姜蒜 洋葱 小火边炒出香味 放上两毛钱金针菇提前泡好的粉丝 再摆上腌制好的鲁鱼 有条件的中间打两个公鸡蛋 放一勺生抽 两勺免费的自来水 扣上盖子 大火焖煮6分钟 时间煮太久 鱼肉就老了 撒上葱花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蒜蓉鲁鱼 蒜香入味 营养不流失 全家人都爱吃 喜欢您就做起来 爸 天气冷了 每周一定要安排几次这个排骨萝卜汤 喝一喝 暖心又暖胃 做好的排骨下锅放料酒焯水备用 萝卜也下锅焯一下水 免得有色味 锅里油热 排骨下锅 放姜片炒香 倒入清水煮开 再转入砂锅中 萝卜倒进去 小火炖个30分钟 这时候泡一点裙袋菜 这个裙袋菜一点点就能泡发很多 它的含盖量很高 一周可以做上几次 只需要放盐和胡椒粉 最后来点葱花就可以了 你看汤白味醇厚 是不是特别适合这个冬天 第九道豆腐 买回去这样做出来比小吃店的还香 外焦里嫩 当零食下酒都是不二之选 老豆腐给它切成小块 然后裹上淀粉 油热撒点盐 豆腐下锅煎至两面金黄 捞出来备用 重新起锅 洋葱辣椒米 下锅炒香 倒入豆腐 一点椒盐粉 撒上葱花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外焦里嫩 吃到嘴里特别香 第十道莲藕买回去 别老实轻炒 做个这种干锅的 香辣脆爽嘎嘎香 脆皮的莲藕切成小条 油温七成热 下锅稍微炸一下 重新起锅 花肉下锅炒香 倒入蒜片红辣椒调味 来一包麻辣香锅酱 最后撒上一把韭菜 炒匀就可以了 藕条脆爽又入味太香了 第十一道 你以为这是干锅花菜吗 那你就错了 今天这个做法很多人没见过 也没吃过 焦香美味 特别的好吃 首先花菜加一勺盐 用我家免费的自来水 浸泡八分钟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去除花菜里面的杂质 可重卵碗里打一个我刚刚下的蛋 油热下入花菜 中小火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调味放一包蒜香椒盐粉 最后放点洋葱丝和葱段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花菜这样做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第十二道 我是万万没想到 排骨多加这一步竟然这么好吃 你还别不信 看好了碗中放蒜末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生抽 蚝油搅拌均匀 将调好的料汁倒入洗净的排骨中 抓拌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后 再打入一个我下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这个粉用来炸排骨 炸小酥肉都特别酥脆好吃 抓拌均匀后 六成油纹下锅炸 炸至金黄熟透即可捞出 这样炸的排骨算香味浓郁 有时间就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三道 平时不知道做什么菜给孩子吃这道菜 一定要学会 营养丰富高蛋白 做法还特别简单 碗中打入三个葱明蛋 放少许盐 用左手搅拌均匀 再放鸡蛋1.5倍的温水 继续搅散 盘底放上豆腐 倒入鸡蛋液 放上开背的虾仁 盖保鲜膜 用牙签扎几个小孔 水开上锅 中火蒸12分钟 再焖3分钟 出锅后撒葱花 热油激发葱香味 放点白灼汁调味 营养丰富 孩子非常爱吃 第十四道土豆 买回去做成椒盐 让你在家 也能感受烧烤炭的味道 土豆用波浪刀切成小条 油温7成热 下锅炸熟 捞出来备用 洋葱辣椒米 下锅炒出香味 倒入土豆 撒上椒盐粉 最后来点葱花白芝麻 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想吃的朋友 下次可以试一试 第十五道剁椒鱼头 我在家做 从来不用蒸 直接一口锅就能搞定 简单方便 还美味 买回来的鱼头 打上花刀 给姜蒜 洋葱 下锅炒出香味 放上金针菇紫苏叶 再把鱼头放上去 来上一包剁椒酱 倒入啤酒 给它焖个八分钟 最后淋上生抽 撒上葱花 来上一瓢热油呛香 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第十六道 鸡翅买回来 不要可乐和红烧了 你就像我这样 做一道椒盐的 外酥里嫩 好吃到连骨头都不剩 十五元两斤的鸡翅 两面打上花刀 加葱姜 蒜 盐 胡椒粉 生抽 料酒 抓拌均匀 腌制三十分钟 然后去掉多余的料渣 加入两个公鸡蛋 放一勺淀粉 用左手抓拌均匀 油热下鸡翅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即可 再撒上好吃的椒盐粉 满屋子都是香味 真的太好吃 一周吃五回都不够 暑假有时间 请放下手机 给孩子安排 做起来吧 第十七道奶奶 从小就告诉我 秋后要多喝牛肉汤 冬天手脚都不冰凉 所以我每周都会给家人 炖几次牛肉汤 首先清水中加一勺 搅匀化开 把牛肉放进去浸泡十分钟 泡出来的血水 都是腥味的来源 然后在冷水下锅 加高度白酒煮出血沫 捞出来清洗干净 放入砂锅 一小袋炖牛羊肉料包 有条件的加满开水 扣盖小火慢炖五十分钟 再倒入白萝卜 继续炖十分钟 调味加盐 胡椒粉 撒上枸杞和香菜即可 这样炖的牛肉营养丰富 汤鲜味美 天冷了 你也得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八道以后 孩子想吃椒盐虾 再也不用去饭店了 我教你在家就可以做 不用油炸 也各个酥脆好吃 十九块两斤的大虾 先剪掉虾头 再去掉虾线 然后再背部划一刀 更容易入味 直接下入锅中煸炒 炒熟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把蒜末 青红辣椒和洋葱 炒出香味 再倒入大虾 一袋蒜香椒盐粉 这样做的椒盐虾 各个咸香酥脆 孩子们一口一个 真的太好吃了 第十九道 山药千万不要 直接下锅就炒 那样就是大错了 今天我教你一招 炒出来的山药 清脆爽口又解腻 首先用波纹刀 把黄瓜 胡萝卜山药 给它切成波纹片 用这个刀切出来的片 不仅好吃 而且更漂亮 水烧开倒入山药 加一勺盐和油 入个底味 搭配点木耳 烫个二十秒再捞出来 油热把蒜末爆香 放入所有食材 加盐鸡精 淋上淀粉水勾芡 最后随后给它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 这样炒的山药清脆爽口 好吃又好看 小朋友都抢着吃 第二十道 自己在家煎鱼 为什么总是粘锅 其实只要掌握这两点就行了 首先煎鱼锅一定要烧热 让它吸收足够的油分 再撒上少许盐 鱼下锅的时候 表面水分要擦干 这样就不会粘锅了 煎好后放姜蒜末 小米辣炒香 调不好味道的 直接放一包紫苏酱 这个紫苏酱 都是新鲜紫苏 豆瓣酱和其他香料熬制而成 在家做一些水产美食 用它能够更好的去腥增香 煮上五分钟左右 收浓汤汁 撒上青红辣椒葱 不会煎鱼的 以后煎鱼你就按照这样做 第二十一道 万万没想到大虾多加这一步 竟然这么好吃 咸香美味 一口一个 太好吃了 去壳的大虾加掉酒盐和胡椒粉 用其中一只手抓鱼 腌制十分钟 碗里打入一个蛋黄 一袋小酥肉加适量的清水 调成能拉似的酸奶状 放一勺食用油和葱花 搅匀了一起倒入大虾中 让每一只都裹上面糊 六成油温下锅 中小火炸四到五分钟 炸至金黄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大虾酥酥脆脆 大人小孩都爱吃 第二十二道 作为一个合格的家长 我是坚决不会给孩子 叫外面的炸鸡翅的 自己在家做干净又卫生 吃的也放心 鸡翅一分为二 放葱姜 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蚝油 碍干净的左手戴个手套 用右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打入两个我下的蛋 这样吃起来才更香 准备炸鸡裹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将鸡翅裹上一层粉 抖出鳞片 六成油温下锅炸 中小火炸六到八分钟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 学会了就自己 动手做着比外面买的要放心 第二十三道天气冷了 特别适合吃这种香香辣辣的姜辣鸡爪 软烂脱骨 特别够味 鸡爪先去掉支架 再分成两半 冷水下锅 放料酒焯水煮透备用 油热多一点的姜片下锅炒出香味 放入鸡爪干辣椒 就来一包姜辣酱 再煮个十五分钟 收浓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香香辣辣 吃着太够味了 第二十四道 你炒的猪肝是不是腥味重 还不嫩 那今天这个香辣下饭 不心不恼的做法可要记好 沥干水分后放盐 胡椒粉蚝油 老抽抓匀腌制五分钟 锅里油热 猪肝下锅滑熟 马上捞出来 重新起锅 放姜蒜米强香 倒入猪肝 一点辣椒粉 少许盐一把蒜叶 这个时候一定要大火 快速炒个六秒出锅 这样炒出来才会不老 而且香辣下饭 一点腥味都没有 第二十五道 我告诉你哦 以后山药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么做 营养又美味 平常挑食的小朋友都会抢着吃 首先用波纹刀把山药 先切成片再切成条 用这个波纹刀切一些瓜果蔬菜 都非常的漂亮 水开倒入山药 加一勺盐和白醋 烫熟后捞出备用 再准备点西兰花 把它切碎 油热 倒入山药 放西兰花碎 加盐鸡精 孩子吃的千万不要乱放其他调料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炒山药不仅颜色好吃 味道还很好看 第二十六道以后 鸡肉买回去 可以试试这种小炒的 香辣下饭 做起来特别简单 小鸡剁成小坨 锅里油热 下锅炒干水芡 放盐浆 蒜小米辣炒香调味 放蚝油老抽 胡椒粉 翻炒均匀以后 来上一把葱段即可 这样炒出来的鸡肉不柴 还特别入味 特别的下饭 第二十七道 大家注意看 一条鲫鱼 两条鲫鱼 四条鲫鱼一起放入锅中 就能解锁一个鲫鱼的新吃法 百分之九十九的家人都没有吃过 真的特别好吃 鲫鱼煎至两面金黄 再用铲子把鱼肉捣碎 炒至金黄酥脆 有条件的 一定要加满八十八度的开水 这是汤汁浓白的关键 放上葱姜去腥 大火煮十分钟 准备儿童裙带菜 用冷水泡发 只需一点点就能泡出一大碗 含钙量是纯牛奶的二十倍 用它来给孩子做汤 特别鲜美营养 这时候鱼汤已经炖得很浓白了 先把鱼渣捞出不要丢 再用细滤网把汤过滤到砂锅里 搭配上大老婆 闺蜜爱吃的嫩豆腐和金针菇 放上裙带菜煮两分钟 调味加盐鸡精 撒上葱花和枸杞就可以开喝了 这样做的鲫鱼汤 汤鲜味美 还不用担心小朋友喝汤卡到鱼刺 喜欢你也给孩子做起来 第二十八道香菜馆 九十八亿份的鱿鱼须 再加自己做出来 香辣入味一点也不差 鱿鱼对半切开 水开来点料 鱿鱼下锅烫熟捞出来 油温六成热 鱿鱼下锅稍微炸制一下 锅留底油 放将蒜末干辣椒炒香 倒入鱿鱼调温 来一包紫苏酱 非常美食 用它能够更好的屈心增香 最后撒上洋葱丝葱段就可以了 香辣入味 比饭店的也不差 第二十九道 以后馍鱼买回去这样炒 拿来当零食 下饭下酒都没得二 话说馍鱼切成薄片 油热下锅 给它炒干水器 一直炒到表面微焦 捞出来备用 再放蒜末干辣椒结炒香 倒入魔芋 放孜然粉辣椒粉 蚝油生抽 快速翻拌均匀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这样炒的魔芋 可不比买的那种差 下饭又下酒 第三十道 这道茄子的名字 叫做腰缠万贯 寓意着事业蒸蒸日上 家庭幸福美满 还不会的 你快来学吧 茄子不用去 削成长条的薄片 肉末里放葱姜盐 鸡精五香粉 一勺生抽蚝油 一勺淀粉 搅拌均匀 将肉馅均匀地 铺在茄子上 用手卷起来 倒入一包小酥肉粉 拌完水 搅拌成酸奶状 加入一勺食用油 给它搅拌均匀 用筷子夹住 刚卷好的茄卷挂浆 放入六成热的油锅中 炸三四分钟 再保持中火炸五分钟 炸至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第三十一道 你在家做的杏鲍菇 是不是不好吃 其实方法对了 炒出来比青椒肉丝还下饭 杏鲍菇 给它切成均匀的丝 油热切好的肉丝 下锅炒香 放蒜末杏鲍菇炒熟 然后放盐蚝油老抽 翻炒均匀 最后来点青椒丝 炒熟就可以出锅了 以后杏鲍菇就这样炒 真的比青椒肉丝还下饭 第三十二道 这个菜冬天一定要吃一吃 看着它小火一烧冒热气 口水就从眼里流出来了 鱼子鱼泡都给它剁一下 锅中水开 放一个葱阶料酒 鱼子鱼泡下锅煮熟 捞出来备用 锅里油热 放个鱼头下锅煎香 再来点蒜末小米辣煎香 调味就放紫苏酱 加温煮个五分钟 最后来点青红辣椒圈圈 那这个菜一定要开个小火炖着 这样吃起来更香 第三十三道 不爱吃大鱼大肉的 看过来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白酌生菜 首先在水中放一小勺盐 搅拌成淡盐水 可以有效地去除杂质和一些菜虫 浸泡十分钟之后 里面会有很多脏东西 碗中放入蒜末 葱丝辣椒丝 淋上热油焦香 再加一勺白酌汁 搅拌均匀 锅中加一勺食用油和盐 水开放入生菜 这样煮的菜才不会发黄 煮三十秒后捞出 装入盘中 最后淋入料汁 学会了就赶紧做起来吧 第三十四道 以后你要是再做土豆饼了 千万别再加鸡蛋和面粉 像我这样做 才是真的酥脆又好吃 先把土豆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切成粗粗的细丝 千万别用水洗 直接加盐 鸡精 胡椒粉 抓拌均匀 土豆本身含有淀粉 你只需要放在锅中 用手压平就可以 中小火煎到一面定型 翻面两面金黄出锅 这样做的土豆饼 酥脆又好吃 第三十五道 很多人把杏鲍菇买回来 都是直接下锅炒 难怪不好吃 你就像我这样做 鲜香开胃还下饭 首先把杏鲍菇斜切成段 再改刀切成菱形片 水开倒入杏鲍菇 焯烫一分钟捞出 一勺生抽 适量老臭盐鸡精 蚝油拌碗水淀粉 搅拌均匀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 快速地给它滑散 炒熟锅留底油 放蒜和米椒爆香 倒入杏鲍菇 胡萝卜和青椒 炒至断生后 倒入鸡蛋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鲜香滑嫩 比肉还要好吃 第三十六道 为什么你在家炒猪肝 不管怎么炒 都是又新又老 以后按照我这个方法 做出来的猪肝 又香又嫩 切好的牛肝 加入半瓶啤酒清洗 这是去腥的关键 再加入清水 给它多冲洗几遍 挤干水分后 加胡椒粉 生抽老抽 蚝油盐搅拌均匀 再放一点淀粉 继续给它搅匀 油热姜蒜小米椒 下锅炒出香味 再倒入猪肝 用大火给它不停地翻炒 中途不要停 这样炒出来的猪肝 才不容易老 最后再放一把蒜叶 开大火翻炒 至断生即可 鲜香滑嫩又下饭 你也回家试试吧 第37道 秋天的萝卜赛人参炖排骨汤 非常好喝 做排骨汤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焯水 只需要加点面粉清洗 这样能很好地去除 排骨中的血 说杂志 我每天都会分享做菜小技巧 然后加点料酒 焯水烧开 撇去浮沫 焯烫10分钟 捞出洗干净 倒入砂锅 三片生姜 适量清水 没过排骨 加带炖30分钟 再倒入白萝卜盐 转小火炖10分钟 放鸡精枸杞 一把葱花 这样做的排骨汤 好喝不油腻 喜欢就做起来吧 第30道 如果素菜有排名的话 洋葱炒蛋 一定是餐桌上最下饭的一道菜 今天这个做法 你试过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洋葱对半切开 再切成大大的小块 碗中放生抽 老抽一勺蚝油 盐鸡精 来点清水淀粉 搅匀备用 油热倒入三个鸡蛋 快速地划散 炒熟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 放蒜子小米辣炒出香味 再放洋葱和配菜 炒至断生后 倒入鸡蛋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简单方便又下饭 第38道 以后鸡鱼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的红烧鸡鱼 做法简单 特别好吃 首先锅中撒毛毛盐 下鸡鱼煎至两面焦黄 另起锅下姜蒜 小米椒干辣椒洋葱栗 小火炒出香味 调味加生抽 老抽 蚝油 胡椒粉 白糖 再加半碗清水 下煎好的鸡鱼 烹锅煸醋收汁即可出锅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第39道 天天大鱼大肉 油豆腐和小白菜简单炒一下 会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舀一口满嘴爆汁的下饭菜 首先树上摘的娃娃菜切成段 油豆腐也剪个小口 方便入味 起锅下蒜米小米辣 白菜梗子煸炒出香味 再倒入一小碗清水 下油豆腐调味 加一勺生抽 老抽盐 鸡精适量蚝油 白菜叶煮开后 用铲子压一压 让每一个豆腐都吸满汤汁鲜味 最后淋入少许水淀粉 撒上一把葱段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油豆腐配上大米饭 一口一个太香太满足了 泥木 酱 酱 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